大家好,我是一颗之友 今天我要拍一期拼多多的零食测评 然后一共有8款 我打算试一下这个 里面是长这样的 然后我试一试 它是这种 呃 焦焦脆脆的,就是面制品 哎,有小时候那谷味道 它这一份真的超出了里面 它就是那一种甜甜香香的感觉 还有一点油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油是我能接受的 因为小时候经常吃这些东西 无心的话我得给它打刺激 因为这是童年的味道 下一个是这个农科院一起研制 就是参与研制的 我还挺好奇这个的 因为网上真的风挺大的 这个闻起来有一股花椒的味道 好新奇啊 它里面的料 嗯,是那种 给的还挺多的 然后一包的分量是这样 一个人是挺合适的 薯片就是这样的大小 然后撒了很多那种 像干碟一样的辣椒面 这是麻辣味的 嗯 虽然就是说这个料很多 但是我感觉 到嘴里的就是那种麻麻辣辣的感觉 但是好像味道又不是很重 第三这个是这个 紫薯 嗯 芋泥饼 当时在网上看到图的时候 真的很不错 然后倒数的是这样 闻起来真的是很浓的一股 嗯 糕点的味道 有像绿豆糕会弄出来的味道 然后是长这样的 我洗过手了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 尝一口 这个不会很甜 我当时想的是 这种东西应该特别甜 厚甜厚甜那种 那就是淡淡的味道 里面是这种几层的 配料表第一个是紫薯 第二个是小麦粉 第三个是芋头 我觉得还不错 它整体是那种 饼皮就是软软的 然后真的味道是淡淡的那一种 不会很甜 真的不甜 吃过的这种还是比较多 就是有了对比之后觉得就这样 不过这个价格的话可以冲 当早餐的话吃一个两个 然后倒杯牛奶就可以 面就是两个 两个就是当一起的 这两个的话我已经都吃好多了 不用说了 这个是真的觉得很好吃 这个一盒里面是有二十条 里面就是这一种 我感觉缩水了 因为我以前好像记得很大一条的 长这样的 里面就是那种芝士的夹心 这真的超好吃 这两个的话我喜欢吃 嗯这个会多一点 它就入口有很浓的芝士味 但稍微是有点甜 不过这个甜我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里面的夹心就感觉很香很香 这个是那个玉米 里面是这样的 表面撒了很厚的一层玉米粉 嗯就是那个芝士粉 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嚼起来就是那种很蓬松的感觉 但是芝士味也是很浓的 刚才这一款的话就是很脆的感觉 脆脆的 这个到嘴里咬两下 它就会化开了 然后也是很浓的芝士奶香味 这个的话打4型 这个打4.5超喜欢这个 还是挺推荐的 下一个是这个杏仁酥 你们肯定在网上有刷到过那种 拉4的那个图片 我到时候打上去 里面是这种一包一包的 好香啊 它是这样子的 长这样 网上的图片是那种 掰开来 然后可能是牛渣糖吧 会那种拉死 哎呀 我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闻着很香 是那种甜点 就是那种 蛋糕店才会有的感觉 我感觉不会出现 哦 这种包装的蛋糕店也会有 很好 这也不会很甜 这里面的夹些是这样的 里面是夹了一层牛渣糖 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蛮丰富的 上面就是脆脆的 这个杏仁片果干片 这样的 这个我很喜欢 就是闻到的味道 一闻到就很香 我要给它打4颗星 下一个是这个红糖肚脐饼 这个的话我之前吃过 但这家店没买过 外包装是这样的 独立包装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打开就能闻到 很浓的一股红糖的味道 给你们掰开看一下 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红糖 这里也都是红糖 它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这个哪有名字一样 是红糖 红糖饼 然后外面 这个不会说特别脆 但是也是脆的 里面的红糖不会太多 就是可能没有图片中看的那么多 你觉得味道还行 如果想吃红糖的 可以尝试一下 好啦 今天这一期测评 比较推荐的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啤酒烤盐 就是比较推荐的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那种一根一根的圆圆的 然后里面有就是小一点的这个 还有星人饼 这三个是最推荐的 我觉得真的不会 不会踩雷到哪里去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中等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是这个 还有这个饼 就是紫薯饼 的话我觉得按个人口味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 不好意思 还有这个红糖鱿鱼 我觉得这两个是摆在后面一点的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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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